中學的學校 其實我是一個unq鬼命 其實打口又很臭不修 經常有意無意傳導人 自己又不知道 還要因為這樣 就很沾沾志氣 然後傳傳共 中學是一個這樣的環境 男人有時候會被人欺負一下 我知道中三學校 因為學位有學人有成績 即是倒數第一第二的位置 根本沒有辦法讓我留在我家讀書 然後有一位親戚 帶我媽媽跟我去見校長 校長問我 為什麼我要繼續留你在這裏 那時候我就很 很死死氣 說我想繼續讀書 為什麼你想繼續讀書 你想做什麼 然後我亦都很無大致地跟他說 我出來畢業想要做個文員 不穩定的生活 那時候 校長他就 頗大懷疑 說你看看 這些沒有大致人 怎樣留在這裏 讓你繼續讀書 那我以前很喜歡打遊戲 而我現在也有時候會打遊戲 但是你不能浪費時間 打遊戲 不做你想做的事 那我就在一個打遊戲的過程 裡面就學經文了 那我怎樣學經文呢 那時候我記得我還在打Xbox 那Xbox呢 有些遊戲呢 很多時候都會用英文的配音源 例如是 Call of Duty Halo Gear of War 那在這些遊戲裡面 我都會去扮配音樂 那樣東西 去模仿他們的 異陽動作和發音的方式 那就是去強化我英文在說話方面的能力 其實哲學和泳春是一些很相似的東西 那怎樣相似呢 就是泳春的隔訓過程 和哲學的思念過程 是一些很相似的東西 那你去進行哲學思考的時候 你想你的立場 同時也要去回應其他人對你的攻擊 那你就加以修正理論 令到你的理論極完善 同樣你在泳春的過程裡面 你出第一個動作的時候 你要猜到對方有什麼功能 有什麼可能在下一步 就去準備畫的 我覺得以前的影片很不適 很容易致望的 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無論是在身體方面 或是在精神方面 都是很軟弱 不可以畫一個正足的廢柴 你想想 文又不行 沒有又不行 你經常被人喝被人玩 就是你 我覺得生存是好像 傳統是為一個人玩一樣 我去看以前的自己的話 我可以很有信心 很自信地說 我完全改變了另外 做另一個人 我跟以前的自己完全不同 我們的社會 標籤了太多人 令他們成為失敗者 他們認為讀書好 成績好 才有機會 有前途 但是 我不明白 我不認為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人 就算他們讀書不聰明 他們學歷不高 他們都可以很成功 入大學生 其實是社會普遍圖獨 他們的圖獨 就是不入大學 都沒有前途 或者先入大學 起碼你有這樣的程度 可以出面同學競爭 我看到絕對不是這件事 我再一次見到的是 很多朋友 他們都是沒有讀大學 他們也可以在社會裏面 有很大的貢獻 也有很出色的成就 往往你不成功 得到某些東西 是否代表你這個人就失敗呢 不是的 你想想你在這個過程裏面 最後你未必做到想做的事 但你這個人可以變得很堅強 很堅定 你的技能也變得很精準